佛说欲界天人 这八股统统都有啊 色界天人 欲 他离开了 他并不是断了 他放下了 暂时放下 他这八种苦就没有了 人生天 不是太生 所以他没有生苦 逃离天以上 都是化身的 如果你修定 你得到禅定 修成功了 你就生色界天了 色界天 这些苦都没有了 可是 他还是有寿命 寿命到的时候 那个苦就现前 无衰向 现前 他那个时候 无衰向的时间不长 在经上一般讲 七天 可是这个七天 就苦不堪言了 坏苦 身要坏了 死的身要坏了 他有居住的宫殿 宫殿也毁坏 他看到了 五色界天 这是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 他不要身体 像中国老子所说的 无有大患 未无有身 我有很大的悠患 是什么呢 我有个身体 那这聪明人呢 身体都不要了 没有身体 当然也不需要这个居住的地方 所以五色界天 我们可以说的是 他是灵界 他有精神 他没有物质 他因为苦啊 有 什么苦叫辛苦 他那个境界好 他不能永远保持啊 完全靠他的定力 他的定力失掉了 这境界就没有了 这叫辛苦 这叫辛苦 刹那刹那了 接近他的宗殿啊 他不能止住啊 这叫行啊 就是 他不能永远保持 那样的殊胜的境界 所以佛说 三界痛苦 你看 欲界有八苦 四界有坏苦 五色界有辛苦 这是佛常讲的 三界痛苦啊